师傅 你说好好的一块砖 你把它切成这样再贴上去 你自己看得过去吗 你说好不容易在网上把你的老老公名声给打响 咱不能为了节省这么一点点时间 让我这么久的努力都白费了呀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拆了之后用整砖贴吗 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 然后再把这个装上去完事了 哈哈哈哈哈哈你过来哈 有人 你再来我看看 师傅 实在不行的话再在上面打两个孔 终在上面算了 那个除算嘛下 完了 又白费了 哈哈哈哈 师傅 为什么你的全物通坡 跟别的师傅铺的不一样呢 我看别人都是从门口开始铺 而你却是从阳台开始铺 这些都不重要 但是我感觉你这个转要是通坡了门口的话 你应该会把别人门框都压住 到时候别人怎么关门呢 拿去把门框压到来鬼的啦 哈 Raise your hand 所以呢 有一点 你要یا啊 这是randing 什么 嗯 keine 真的要敲掉 为什么每次别人犯的错 都要我们来买单呢 你要是把你敲掉的话 你会改行啦 给谁的我说谁的开 师傅 我发现了个问题 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看我们贴了这个钻 这个文其实可以对上的 我数了一下 我们昨天一共贴了15块钻 一块都没对上 你说咱们是怎么完美避开的 我小时候20套选择铁 随随便便都能蒙对几道 师傅 你看别的网工事我贴钻 都是怎么简单怎么干 而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你是怎么能体现出自己的技术 就怎么干 像这个过道 明明一块半钻就搞定了 你非要给别人把整钻放在中间 现在好了 把自己给拦住了 是吧 我在抖音上看见别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是把这个墙砸了才能把钻放进去 你要不要也试试 是吧 我刚刚刚想了个办法 我刚刚想了个办法 我刚刚想了个办法 不用找这个墙 也可以把这个钻放进去 你看给他做的盐是合缝的 其实他发现了也是几年之后的事 那时候估计你都退休了 他也不可能找你了 你说是吧 哦 哈哈哈 师傅 那个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看你做的这个手工切活 我便不能做得这么好看 但是你又没发现一个问题啊 你中央好像用错了 师傅 要不我明天带你去佩服眼睛吧 师傅 我觉得吧 这里的两个电盒子应该还要的 这里的电线没的肯定不得要的 但是我刚刚看见电了师傅 把这个盒子装上去就下班了 会不会明天过来就行